哈囉大家晚安 我是咖蛋 今天要來玩動物三友會 今天就要來看一下滾起司節到底有什麼東西 5月22號到5月31號 大家要記得趕快到NOKO線上商店來買這個滾起司 我們就是直接到NOKO購物的地方 特別商品專區這邊按R鍵 就可以看到雙倍洛斯特起司 這名字好長 很難念 滾起司節是來自歐洲的捷秋 這邊按一下X看一下 主要對應國家歐洲 這是一場驚險刺激的活動 參加者追逐並互相爭奪從陡坡滾滾滾而下的起司 洛格斯特起司是一種圓形的硬起司 滾落的速度高達時速100公里以上 聽說有很多人會因此而受傷 好危險的活動 然後我已經買了很多起司 這些起司要拿來幹嘛 我們要來看一下島民 跟這些起司有什麼互動 我是很好奇說島民 看到這些起司會說什麼 例如說這個起司很大 或是說我曾經參加過起司節的活動 被壓扁之類的 感覺還蠻不錯的 得利有寄信給我 寫很多心意卡這種 覺得自己好像變成小說家一樣 被解考期限追著跑著人氣小說家 感覺很酷 我之前考試的時候做過這個主題的閱讀理解 每一年都有人死 而且很多人死 人口控制的方法 這很恐怖耶 這麼多人死然後大家還敢參加 可見這個節日應該是在歐洲來說 算是一個蠻傳統 而且很必要的節慶吧 如果是我的話一定不會去參加 我想要活久一點 嘻嘻嘻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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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 小動物遇到這些東西會有什麼感覺 等一下我們先看一下 把它擺出來會長怎樣 我現在在下雨這樣子擺在地上可以嗎 嘻嘻 好 這就是滾起司節的起司 拉近看一下好了 歐皇說我很大 什麼很大 滾起司節上面好像有兩個顏色的斷帶 紅色跟藍色 但是我覺得它中間好像也有斷帶耶 沒有發現裡面還是有一條一條的嗎 這個是 啟司自己本身的紋路嗎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在拍影片的時候 怎麼樣子拍跟島民互動的影片 要準備一些柵欄你要把島民關起來 然後在它旁邊放那些東西 這就是囚禁 對就是囚禁的方式 看看這樣子 肯定小時候都跟弟弟妹妹這樣 沒有好嗎 真的玩那些囚禁配 馬丁在那邊我真的有點不太好控制他 我們再看一下有沒有其他島民 你還要控制他 要把它關在那個裡面呢 這樣我才能好好的 跟他玩遊戲 玩起司講話的遊戲 看起司的遊戲 看起司的遊戲 馬丁 我有東西要給你看喔 起司 非常變態的島主 所以你要給他看 你在這裡 把你關起來 我們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 逃跑了 可惡 你看 就是卡蛋每次拍這種影片 都會弄很久 就是因為 島民都喜歡跑來跑去 這樣我都很難把它們關起來 真的有點危險 管理員活動是什麼 看卡蛋跳舞是不是 管理員什麼活動啊 我都看卡蛋跳舞什麼 沒有好嗎 我那個跳舞的影片 應該都已經暗藏了 沒有看到我 我跳抖肩舞的影片 你有跳舞的影片嗎 對啊 抖肩舞超白癡的 之前不是有流行過抖肩舞嗎 很久之前 我自己爆出來 我跟你講我就跳 而且卡蛋以前還有 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有去上課學那個韓國舞蹈 很久 我可以戴著面具跳 戴著面具跳 那老師也知道太醜了 戴著面具跳就很好看 哈哈哈哈 拜託我很帥好嗎 蟋蟀 蟋蟀 Micky在說什麼管理員活動 題外的話準備在 舉辦管理員活動 管理員活動就是Micky自己準備的小活動 對 我怎麼進去了 待會出來會不會馬丁就不見了 不小心走 我走歪了啦 可惡 好不容易把他關起來的 現在我出來他還在外面 他還在外面 他還在外面他還在外面他還在外面 他還在外面他還在外面 他還在外面 他還在外面 呀太好了 很久沒有跟你說話 我好久沒上線了 大家都很想我 對我的島民都很想我 大家都愛我 沒錯 大家島民都愛我 他想你是因為 你自己貼資訊 你不幫我改島 你不幫我改島 還想這工具人都沒上線 等一下那狸克出來找我 拜託狸克都沒給我薪水 然後我還一直在那邊改 那個島是你的 他不是在薪水啊 那個島多少錢你知道嗎 你買不行嗎 你買不行嗎 所以我現在在還債就對了 在蓋島就是在還債 在蓋島就是在還債 對 在蓋島就是在還債 還離客 給你地方住 你還要薪水是不是 松貝格洛斯特啟斯 光是放在那 就給人一種很棒的感覺 來拍一張紀念照好了 耶~~ 哈哈 不錯吧 我們第一個就拖出來這個 不會 轉起司節 他在宣傳完 滾起司節快樂 他在這邊一直玩那個啞鈴都不理我 如果我這個國家 如果我香港有這個季節 我會吐出來 你說滾起司節嗎 對阿 為什麼會吐出來因為太臭 我不喜歡吃 真的喔 對阿 起司欸 就是夾在漢堡裡面那種 飽飽的一片那種 夾漢堡那些我覺得可以 因為他會跟不同的食物 一起 起司一個就不行 那個一整顆的 就是會有其他食物 喔 有其他食物這樣 並合起來就會比較好吃 讓那種味道不會那種 那麼大 欸 但是如果你是一整塊我就 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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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 裝備起司 不是就這個盪 以帥氣之士鍛鍊幾乎 我不得了 我興奮起來 太好了 興奮起來 興奮的 為什麼要興奮 因為 他看到你興奮 其實很興奮 看到你很興奮 不是他起司 對啊因為我是他的 他的島主 所以他 他的男朋友 屁啊島主 喔女朋友 你說不好處 啊 很燙喔 什麼啊你自己在說的啊 沒有我說我是他的島主 我沒有聽錯啊 想要挖我入坑 Youtube 你問留言區啊 嘿 我才跟你講幾句話 你就這樣 所有集資 頭上這樣子 是 是啊 可惡 怎麼了太平什麼 我講太多話 他就會變這樣 喔 這樣就不行 人家 人家跟你經講 然後不然你又一直 纏著人家 人家要有 一些空間 我就是想要纏著他啊 你們想知道 開蛋的點心是什麼嗎 不是豆花 這種是宵夜在吃的點心 開蛋的點心 是妖西茶葉蛋 哈哈 現在的點心是鹹點 鹹點 台灣最常看到的一種飯 對開蛋的點心居然是飯 到底是什麼飯 上面有很多肉 肉末的一種飯 猜猜看 我猜 很多肉末 鹹鹹的上面還有醬汁 還有豬肉的肉 肥肉跟瘦肉 大家一定猜得不錯 因為卡丹今天的點心很特別 啊 德里 好吧 德里我放過你 德里 他死都不想要回應 有關起吃的話題 算了吧 被你猜對了 你怎麼知道 露燥飯沒錯 今天卡丹的點心就是 露燥飯加蜂蜜 老是盛開的花朵 請問那些花是什麼顏色 白色 老是反映你本身的境界 而開在島上的花 則是透過花色述說著 你想如何展現自我 你想展現的自我 是能為他人犧牲的自己 立他主義者沒錯吧 哎呀 你跟我一樣 輕輕你 這個東西 對 你好像不是很喜歡的 羅奇 起司啊 你有看到起司嗎 合起 OK 我們放過這些島嶺吧 他們完全不想被我 這些起司對他來說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存在的 今天的動身直播 就先到這邊結束吧 沒有想到這個是失敗 失敗 這個島嶺 河裡跟羅奇 都是一直這樣子 一頭霧水的感覺 沒有辦法刷出 起司的反 不過加油 這個島嶺 本來就走了 謝謝 你看 今天 久了 有